日出,有云,日落,有风 陆毅,惊吓等人在无比煎熬的漫长等待中 迎来25日傍晚,天上未全黑 陆毅便告诉盖叔,让他和林玲留在医馆 一定注意安全,惊吓和谢霄须随他进红夜山 如果柳全探得阿赵的路线 他们打算在半路伏击 暮色踏着沉重脚步降临红夜镇 医馆后门,走出来三道人影 军着夜行衣,黑不遮面 其中二人手指常见 他们悄无声息地沿着僻静名巷 往红夜山方向奔去 与此同时,柳全从家中走出 四下张望确定无人之后 发阻狂奔,只冲红夜山的宫泉洞而来 月色凄迷,夜风吹来 山上树叶洒洒作响 空气中充斥着青草,野花的香气 寂静的红夜山,古老而神秘 在月色中透着沧桑 宫泉洞里,陆毅,惊吓 谢霄和层夫君是黑衣 黑不遮面 四人宛若四大金刚般立在洞中四角 等候柳全到来 惊吓,光线很暗 但借着洞口月光 也并非伸手不见五指 过了约一个时辰 就在四人险些沉不住气的时候 洞口传来脚步声 柳全及时出现了 望着四名黑衣人 柳全并不意外 他冷静地走过去 从怀中掏出一张羊皮纸 正次道 这便是明日一早 阿赵等人行走路线图 至于在哪里伏击 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陆毅伸手接过羊皮纸 沉思一会儿后 说道 柳全 你下山后想法子转告恋儿 让他明日一早 无论如何要欧阳丽手下 爱要做他车夫 驾驶马车绕远道去精灵站烧香拜佛 至于剩下的事情 还用我教你吗 柳全脸上透着一股狠狠的快意 双手做一道 不用 我自会告诉欧阳天 阿要一大早驾驶马车出了远门 兴许跟阿赵公子被伏击有关 那你下山谨慎些 还需从明日开始 每逢双日你便来攻全洞 不出一个月 我保你携恋儿远走高飞 陆毅望着双眸炯炯有人的柳全 再次用恋儿提醒他 黑衣蒙面人 好 说完柳全转身离开山洞 过了一会儿 残浮拿出火石点燃一根火把 四人盘膝围坐在地上 路一摊开羊皮纸 借着火光 众人齐刷刷望向地图 四人之中 残浮连日来一直藏身在红叶山 对地势无比熟悉 他指着地图上一条小路拐角处说道 大人 此处换作袖手牙 地势险峻 植被茂盛 便于隐藏 而且属下对那里地势极为熟悉 伏击他们之后 可撤回精灵阵 等天黑 你们再回医馆 定能万无一失 路一盯着地图 忧生的毛子印出层腹手中的火把 穿脚浮现出捉摸不定的笑意 许久之后 路一点点头 对惊吓说道 此次伏击 跪在神速 惊吓 你无需跟我们一起冒险 明日一早 你远远跟着我们就行 千万莫要被人发现 为什么 大人 您这是看不起卑职 惊吓灵动的毛子 中全是委屈 路一长叹一口气 说道 我是怕万亿伏击有变故 你白白望送性命 这是第几集 这时候 陈福 谢霄对望一眼 两人心如明镜般 大人这是不想让惊吓涉险 谢霄见惊吓有些失落 出言劝说道 惊吓 你听从路一安排错不了 就像前几日咱们去快会零食 我不也听他命令 藏在千鸟湖附近了 好 惊吓有些捉摸不透路一的想法 但他知晓此时万不是自己耍脾气的时候 望着陆一说道 大人 那您可一定要小心些 我知道 陆一脸下心神 令层腐带路 他们需提前抵达袖手牙 看好地形 做好万全准备 因这次伏击 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踏着月光 陆一 谢霄和金夏等人在层腐带领下 往袖手牙方向走去 一风吹来 猫头鹰的叫声 便如在他们耳边一般 四人踏着草丛 一步一步前行 谁都不说话 但都警惕性十足 存浮带路 四人行至袖手牙之时 已然是后半夜 陆一抬头四处张望地势 发现袖手牙正巧乃只字 那一横的拐角处 除去羊场小鹿 到处是齐腰杂草 就地一吨的话 都很难被发现 惊吓走过来说道 大人 那卑职就先告退了 说完他直指远处的一大片浓密树林 陆一又是不舍又是担忧地说道 惊吓 你在远处观战即可 倘若我们全身而退 也莫要现身 直接下山回医馆 记住了吗 谢霄不放心地补充说道 袁大侠 我们暂时回精灵镇 你独自一人下山 可定要小心 知道 惊吓双手作医 目光坚硬明亮 说道 岑校尉 谢霄 大人 一定小心啊 恩 陆一目纵惊吓 直至夫人身影消失不见后 转过身来 一双眸子变得风锐犀利 低声说道 咱们三人三个方向 各自埋伏好 记住 一定出其不意 拿到金子后 撤 层服 谢霄君神色凝重地点点头 两个大男人保护惊吓 黑暗渐渐吞去 天空变成了灰白色 又慢慢转变为白色 黎明踏着欢快脚步降临红夜山 东方 太阳尚未升起 但已经是朝下漫天 等待 绝对是一种煎熬 他最考验人的毅力 定力和耐心 一个连等待都不会做的人 注定是失败者 秋一见农 朝央不再如往日那般火辣 但是埋伏在暗处的陆毅 谢霄和陈福依旧觉得酷热难当 逗大的汗珠沿着陆毅脸颊 不停流淌下来 递进草丛消失不见 已经日上三干 阿赵等人连个影子都没有 眼看就要正午了 谢霄实在沉不住气 躲在杂草丛中的他正欲起身 书弟隐约听见脚步声 心机深沉的阿赵 故意选择正午时分 红叶山最闷热的时候 经过凶险的袖手牙 他猜想 即便有人打金子主义 并耐不住炎热于老虎 早早逃离袖手牙了 惊吓和陆毅走过的路 说到底 阿赵在红叶镇随欧阳天作恶多端 很少吃败仗 也是大意轻敌了 草丛中的陆毅 见一双黑靴子从眼前经过 他飞跃而起 拔剑冲那人后被刺去 阿赵竟有埋伏 闪电般射出飞镖 均被陆毅轻松避开 一眨眼的功夫 大人已出手放刀两人 回头拉开架势 只剑冲阿赵而来 阿赵拔出弯刀 与陆毅在阳光下搏斗 陆毅朝朝锐利 美美凶险之处 均可化险为宜 手中长剑几次贴着阿赵身体划过 而阿赵擅长的是拳法 他武功陆术与性格极为相似 出手快 准 倘若陆毅不是决定刀手 缓作惊吓的话 后果难以预料 二人身边 谢霄与阿赵的几名侍卫交上了手 这些侍卫功夫一般 不出三招 远远就能撂倒一个 陈毅最晚先深 因他暗中观察许久 确定那一箱金子位置后 这才输得蹦跳出来 打晕对手 抢过箱子便知冲精灵阵方向奔去 三个人没有入了 陆毅见陈毅得手 不再恋战 使出绝招一箭刺伤阿赵后 飞奔离去 谢霄邓不傻 紧跟着陆毅跑远了 正午时分 五六名侍卫均受重伤 躺在地上 不停地哀嚎 他们往日在红叶镇 欺压百姓习惯了 今日遇到绝顶高手 才意识到自己武功是多么可笑 众人里 阿赵受伤最严重 他捂住受伤的腹部 替一口气艰难地往回走 炎炎夏日 阿赵身后的几名侍卫 渐渐失去意识 也不知小事因重熟 荆夏还是失血过多 总之横七数八地躺了一地 一个时辰后 太阳已经天息 荆夏走在一条山路上 他不停地环视四周 太幽老虎突然跃出来 更怕欧阳府的锦衣卫出现 于是加快脚步往回走 翻过山顶 荆夏更是小心谨慎起来 突然 他嗅到空气中有血腥味 习惯性地低头四处寻找 经发现一条隐隐血迹 沉思半上 他当机立断沿着血迹一路寻去 书弟看见有人躺在草丛中 却是昏迷不醒的巴掌 感谢您的播放 跂 wars